我们要出现共几页,然后第几页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文件,文件左下角高水平全部有八页哦 目前在第六页,所以呢高水平第六页来 要修改的时候再提醒你,务必要怎样 先移除才能换 那换哪一个呢?来看看这里有没有 来看中间有没有两个数字,找找看吧 这都是一格有就没有哦 这种好像没有哦,那怎么办?页码这里还有 在这里,顶端就是要放在,我们称为页首啦 底端就叫页尾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等于它啦 那这个才等于这个,其实不同样式 那这个页首又应该放底端比较多 当我选了这个以后呢,卷着往下拉 要去找谁呢?请你找XY的 两个数字出来的,类别在哪里,往下找一下 在这里,在这里 跑掉了,在这里,在这里,XY 你看到吗?1的1,这是摆左边 这是摆中间,这是摆右边啦 那我想摆中间哦 点起来,就出现这个 可是这样看起来怪怪的 这个的你可以拿掉,你可以换成斜线啦 OK吗?你把它改成斜线关闭的时候呢 像这是第六页共八页 老师我要想清楚一点耶 那就自己改咯 选哪一个啊? 不是,编辑要选 页尾 第一,前面有没有看到灰色的? 灰色表示握着它自己处理 这不要,你不要把它改掉哦 第一,自己打给它,要按Enter键 第六页 对不对?然后呢 共 自己打,因为它不给你这种的 对啊 其实你六斜线八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打,自己可以选起来 同意一下吧 我们改一样大小 好不好 也许改,颜色可以自己修哦 那字体也可以换哦 不过这字体不太重要啦 清楚就好了 因为它不是很大 所以你不要选这种怪怪的字形 不是这样哦 那我用姓名或是正黑体来做 来 最后记得要点关闭 所以呢,这是 八页第六页,这边就是第几页 第五页,那最后一页就是变成什么 八之八 它这边就可以做出来 来,我们再整理一下 你要更换的时候 记得务必要先移除才能换新的 那第几页,第几页在哪里 在页码的 这个,选谁 XY的 类别去找XY的 不是每个都有哦 你看这就没有了 再拉一下,在哪里 这边就有X哦 再往下走一点快到了 有看到XY吗 卷轴大概拉到这个位置 放左边,放中间,放右边 就自己决定了 好,没有 好,没错 来,我们再继续 过来,我们再继续